我們上禮拜講完軟體工程是比較屬於 你把JavaScript寫好的時候可以用的一些工具和方法 今天回過頭來我們要繼續看JavaScript可以用來做的主要事情 因為JavaScript是一個瀏覽器裡面預設的語言 所以它最主要的強項就是在設計網站 特別是前端 前端的程式到目前為止是非JavaScript不可 可是最近有一個可能的變化就是有一個東西叫做WebAssembly 網路組合語言出現 如果這個東西成熟了之後應該別的語言也應該可以寫網站的程式 而且也可以寫前端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上學期其實我們稍微有提到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學懂 就是Core這個伺服器框架 它的範例原本有一個官方的範例 可是最近Core應該不是做最近 就是一年前Core開始支援一個東西叫做Async和Await 可是這個Async和Await是很新的語法 那一直到上個月Node才正式支援Async和Await 那在之前他們必須要用一些工具去做轉換 所以導致Core現在的官方的範例其實都是舊版 它沒有更新 所以我在這裡我就自己去寫了一份非官方的範例 給各位學避免說你先學了舊版 你之後還要再學一次新版 那乾脆就一次就學新版 那事實上我也是昨天開始才試圖更新到新版上面 所以待會我們會直接教最新的語法 這個可能很多瀏覽器都還能有支援這樣的語法 不過因為Core是四幅端的框架 所以瀏覽器沒支援沒關係 因為你只要四幅端的NodeJS有支援就好 好那在這裡我們要講這個東西之前 我們要先講一個東西叫箭頭函數 各位可能沒有用過其實它不是很難 就只是一種函數而已 那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箭頭函數 好 我們之前在講回呼的時候有類似這種範例對不對 那其實在正列裡面其實它一直都有一個叫MAP的函數 我們之前還自己寫有印象嗎 那可是呢這種MAP函數通常我會傳一個匿名函數進去 像這樣子做回呼 那這樣子以這個例子而言都會把每一個數字都平方 然後把那個正列傳回來 但是呢這種寫法每次都要寫一個Function 然後呢Return 有時候覺得有點差 所以呢 Charlescript後來就引入了一個叫做箭頭函數的東西 我要把一個東西印射到它的平方 我不需要寫這麼長 我只要寫NUM箭頭NUMXNUM 它不用return 因為它就只能返回最後一行的那個東西 所以它不用return 好 那所以這個程式這樣子執行的結果 你就會看到 我們這樣子執行的結果兩個都是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箭頭函數跟普通函數當成一樣 不過這件事情有一點小小的錯誤 它們兩個變數在綁定領域範圍的細節上面不一樣 會導致真的有一點小小的不同 但是我現在不能去解釋這個綁定領域範圍到底有哪些不同 因為各位會學不起來 所以你就把它當成箱頭 但是如果你哪一天發生了奇怪的bug 記得箭頭函數跟普通函數還是真的有一點小小的不一樣 你再去查 那箭頭函數 你可以稍微查一下JavaScript的箭頭函數 那基本上你都可以照用 但是問題是像這樣你都可以照用 但是它的歷史變數綁定是不太一樣的 這一點先提醒你 但是我現在不講到底哪裡不一樣 但是它就是有點不一樣 等哪天你用到很深你發現說 原來這裡真的會產生不同的效果的時候 你再來查就好了 但是現在先不用急著去搞清楚哪裡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用一種更短的寫法 叫箭頭函數來取代普通函數 這種寫法常常是用在回覆上面用的 就像這個map這樣子 在回覆上面可以使用箭頭函數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今天的課程 那今天的課程呢 我們就直接clone一下 好 那我把這個東西給clone下來 我就直接clone在這裡嗎 好吧 就clone在這裡 好 我現在做git clone 那我就會把roll to core這個專案整個clone下來 那這個是我昨天弄的 好 那裡面現在有7克 但是還有一個99 99這代表我之後才會講 所以我先把它塞到後面去 好 那我們就從第一課開始 第一課是hello core hello core 我們直接看一下它的程式碼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裡就開始用箭頭函數了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箭頭函數 它就跟普通函數沒什麼兩樣 但是寫起來比較短 比較精簡 不用一直打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好 那這個是一個函數它有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 如果cts是coa 新版裡面 就是 就是 它通常會用cts代表context 其實它就只有一個參數 其實還有後面的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用不到 所以沒有用後面 那我只要把某個想要回傳的訊息 給塞到body裡面 cts的body裡面 它就會傳回給瀏覽器 然後顯示出來 好 那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必須要先引用 coa這一個號件 然後建立coa物件 通常我們會叫app 雖然app 各位可能會以為是手機 但是事實上 網站很多人也叫他自己的主程式叫app ok 好 所以他說app.use 就是app 這個app 它要 要 收到任何訊息的時候 它就要回這一個 hello call 的訊息 但是我現在去執行 應該會發生錯誤 為什麼呢 我們待會 告訴各位 打錯了 不小心弄錯 好 你就會發現說 哇 錯了 不能發現 coa模組 那這是什麼原因 應該知道 因為 我們沒有安裝coa 好 但是在做這件事之前 我們先告訴各位 等一下它會有個錯 我們先把它解決掉 因為我們用的是最新的語法 所以 你的node s 應該是不夠新的 我們檢查一下 我們的node 是幾版 6.6.0 不夠新 為什麼 我們那種新語法 必須要7.6版以後才有資源 所以 請你下載最新的這個 不要下載長期穩定版 因為那個語法不夠新 你得下載這個7.7.4這個版本 才夠新 好 那好了之後呢 就 安裝一下 安裝一下 好 好 安裝完了 安裝程式 先不丟 好 OK 那這樣子我們的版本應該就更新了 我們再試一次看看 7.7.4 OK 所以這樣子 OK了 那我們 這樣還不夠 因為這樣子 它還是會出現剛剛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我們沒有安裝coa 在你下載 Clone完 這一個東西之後 你直接打 切到這個資料夾裡面 直接打npm install就可以了 看一下 再上一層 npm install 因為我有寫package.json 所以 你只要打npm install 它就會把 需要的套件 裝上 好 那這個範例裡面有用到一個套件 那個套件作者 聲明 它不再維護了 所以會有一些警告訊息 但是沒關係 好 OK 那現在呢 我們就進第一個範例 進了之後 你會發現 什麼事都沒發生 因為這是server 所以你要用瀏覽器去看 Local host 我們用3000 你就會看到 它有hello core出現 這就是core版的hello world 那第一個程式 很簡單 就是不管你 入境傳什麼給我 我通通都跟你說hello core 所以呢 你可以這樣 它還是hello core 它永遠都不會變 通通都只傳hello core給你 OK 那這是一個基本的 最基本最基本的hello 範例 基本上它已經幫你做了很多很多事了 我們 現在寫程式 越來越傾向於是 你會用別人的套件 你知道怎麼把它黏合 大部分的程式 都不要自己寫 OK 那 這個例子非常非常簡單 但是其實它背後的運作有很簡單嗎 沒有那麼簡單 它其實背後的運作會有蠻複雜的地方 但是問題是我們目前先學會會用就好 但是我看它背後到底有看多少東西 接下來看第二個範例 第二個範例是我們在試著去印出它的路徑 和它的參數 那所以我把這個平調 切到02 好這個程式基本上也是avp use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我剛剛第一個範例是使用箭頭函數 我這裡是使用一般性的方形這種函數 沒差 那這後面其實可以多一個next的參數 剛剛沒有用 不過我這裡好像沒用到 所以其實我不宣告也無所謂 那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這邊我加上了async 以這個例子而言 其實它加不加async是無所謂 因為它在裡面沒有使用await 如果你裡面有用await 就一定要加async 但是我沒有用await 所以這一個例子 這裡去掉也ok 那asyncawait是 就是新版的javascript在處理回忽的時候 它希望說用 用完全不像回忽 就完全像正統程式設計的方式來解決掉回忽問題 這我們之前有講過一個叫yield generator 但是yield generator 又被這個東西給取代 所以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 那我們就試試看這個程式 我們下去會怎樣 如果我今天這樣 你會看到 我現在它的pass是AAABBCC 就是這一個路徑 然後query目前沒有 什麼叫query呢 來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寫 你就看到query就變成name.ccc ok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在程式裡面取得 你在瀏覽器上面 網址列所傳來的參數 這件事情對設計網站非常重要 因為你所設計的網站 全部都是根據你傳來的不同網址 我做不同的回應 你稍微看一下facebook 我現在進這個社團 所以它的網址是這個樣子 我如果進我自己的首頁 那它的網址是這個樣子 它完全是根據你傳來不同的網址 來做不同的事情 包含我這一個 這一個課程網站 你看當我點不同的章節的時候 它的網址就會變 為什麼? 因為我會去取得這個網址之後 我去取得對應的檔案 再把它呈現出來給你看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解析網址 如果你沒有辦法取得網址內容 那你很多動作就沒有辦法 後續的動作就都沒有辦法做 所以第一步你要設計網站 第一步就是要先取得網址 取得參數 取得路徑 那網址通常分兩部分 就是pass和query s是前面的這個 s是前面的路徑這些 那 s是前面的路徑這些 query是這個 問號後面的 自動根據問號分成兩半 而且呢 以那個 Core而言 它會把問號後面的這個 A等於B C等於D這種東西 變成一個物件 變成一個物件 所以你在取用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我就要寫query.name 那我就取得這個CCC OK 所以 這裡 我這邊就印出 query.name 我預期它有一個叫name欄位 如果它沒有呢 沒有就會是 會定義 所以我如果今天把這個拿掉 我不要寫name 我寫id好 那你就發現這裡還是沒有問題的 這裡是id 但是我在印的時候 query.name 就變成undefine 因為它那個物件裡面沒有name這個欄位 OK 但是剛剛有對不對 因為剛剛我們有給name這個欄位 所以它是CCC 現在卻是undefine OK 好 所以 第二個範例 告訴我們怎麼樣子去接 游覽器傳來的網址和參數 那記得你的 除了use這個主要函數以外 你必須要去listen某個paw 然後你的游覽器才可以真正看到 真正開始開啟 那所以你通常我們paw的範例通常會以3000為paw 那真正的 如果你是上限的時候用的paw應該都是80 可是問題是80很容易充到 萬一你電腦裡面已經灌了一個apache 或灌了一個ngix 那就會充到 所以我們測試程式不喜歡用80 因為很容易充到 所以會改用比如說3000 或隨便一個比較不容易充到的paw 那但是你在網址列上面就記得要打3000 好 那這個第二個範例就已經可以取得參數內了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我們回應的東西常常不是寫死在程式裡面 我回應的東西常常是我要去抓某個檔案 然後再把它回應給前端 那這怎麼做呢 這就是我們第三個範例要做的 我在這裡我有去抓檔案 然後回應給前端 我們先看執行狀況 我們把剛剛的程式先停掉 你看CtrlSE就可以停掉 OK這裡StreamFile 一樣喔 那我這樣子去做的時候 我如果這樣StreamFile 那它會告訴我FileNotFound 因為沒有這個檔案 那你會發現奇怪 我這個資料夾裡面什麼檔案也沒有 那我要怎麼測 我就只有StreamFile.js這個檔案 StreamFile.js本身也是個檔案 對 雖然它是個程式 所以我們可以用它自己來測 它把自己抓出來丟出來 好 所以它確實是可以回應一個檔案給你 那如果今天是資料夾 它其實也可以回應那個資料夾給你 但是它不會顯示資料夾的內容 它只會 它只會 告訴你那是一個資料夾 所以我現在弄一個叫做 MD的資料夾 Markdown 那我現在呢 就 MD 它說這是一個資料夾 而且它把絕對路徑寫給你 而且它把絕對路徑寫給你 這是一個資料夾 那所以這一個程式它做的事情就是 OK 首先我要引用Core 然後我要建立一個新的Core App 那我引用我待會需要用到的一些韓式庫 包含檔案系統 檔案系統我們之前有講過了 在上學期就有講過 那另外我要引用PASS 路徑 那在這裡呢 那PASS.JOIN就是把那個 這個DIRNAME代表的是我 現在應用程式的這個資料夾 資料夾的絕對路徑 OK 那CTS.PASS就代表我 這邊的路徑 就是那個 網址列的路徑 兩個接起來就會變成是你真正 那個檔案的路徑 OK 那我現在去把這個 檔案的路徑做出來之後 我去檢查這個 檔案到底存不存在 或資料夾到底存不存在 那如果它存在 那我就可以去取得 它到底是一個檔案 用State可以取得 它的檔案狀態 檔案資料 那如果它是一個檔案 那我就把那個檔案 那個檔案 整個讀出來 然後放到Body裡面 丟回去 那如果它是一個資料夾 那我就直接把整個絕對路徑印出來 告訴你那是一個資料夾 如果它這個根本找不到 那我就告訴你 那我就告訴你 Pyana放 找不到 所以為什麼剛剛會顯示 Pyana放 就是說我現在 Pyana放 OK 好 所以 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了三個範例 OK 那現在就請各位去 自己 每個範例都執行一遍 了解 了解一下 CoreR到底可以做什麼 最基礎的事情 好 那記得先更新你的Node 版本到7.7.4 Clone下來之後 用NPM install 先安裝 所有套件 然後再進去 開始執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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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